花蓮市公所开办的浩克学堂幸福手作系列活动 这次登场的是夏日生活相分DIY的体验课程 邀请到经由达人现场教民众以天然材料 亲手自助出凉凉灶还有防纹膏等实用的生活用品 而市长维嘉贤特别到场和大家一起来体验DIY的乐趣 炎热的暑假期间最让人讨厌的就是潮湿闷热天气还有蚊虫叮咬 因此花蓮市公所特别开办浩克学堂幸福手作课程里头 以夏日生活相分清爽凉凉脏防纹领胶DIY为主题 邀请民众透过天然的原料及脂脆精华 制作出适合夏天的清洁用品 加入了让我们凉凉的过河脑 然后我们都加进去了之后 最后加入我们用艾草本跟我们端午节的五十水 混合的我们的艾草汁 下去之后呢 我们均匀的搅拌就成为了这一棵灶 本身很喜欢手作的东西 然后这很天然 很开心 又可以带成品回去 对 然后又很实用 生活上很实用的东西 市长沃家贤亲自到现场和学员们一起体验手作乐趣 拿起凉杯 精准地把材料做适当调配 再以木棍搅拌均匀 一个步骤都不马虎 那有上周的一个拓箱时的部分 那到这一周有凉凉照 还有防温如意的部分 那都是我们客行所特别精心安排的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还有很多有趣的课程 欢迎所有的欢迎市民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那课程的部分 那虽然是有一部分是学员负担 但是公所还是负担的蛮大一部分 那减轻所有学员的付 所有的一个经费上面的支出 他们希望说未来在整个课程的过程里面 能够符合所有乡亲的一个期待 能够让些课程 让大家能够亲子共有 亲子共乐的一个生活模式 能够带回家里面 学员们在老师指导下 慢慢完成个人的手作凉凉罩 还有防纹膏 除了味道好纹也很实用 华联市公所表示 未来还会持续开办各项的生活进阶课程 欢迎民众可以踊跃报名参加 一起来感受夏天的清爽活力 娘娘照站不站 站 借学历情花联市报道